好来那我们做一次 你如果要用按钮 那你就到左上角 到绘制面板上面找一下这个圆的按钮 把它按下去 这六个方法当中 就请各位用第二个方法来画 中心点直径的方法 中心点直径的方法 好找个地方当起点点一下 拉出来 中心点点下去之后呢 把方直接把这个距离拉出来之后呢 打上103.6 Enter一下 好先把圆画起来 内阶的正多边形圆要先有 里面的多边形才有办法成立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那么呢接下来呢 我们打上POL 正多边形的快速键 Enter一下以后呢 这次要给他六边形 所以请各位给他6 好六边形的6 好 Enter一下以后呢 这次哦他要请你指定 多边形的中心点 好那就是圆的中心点 好所以你滑鼠一进来 放在圆的中心点上 万一锁不到你呢 去把滑鼠移出去 再移进来 就可以锁到圆形点了 好 来你把圆形点呢 点下去之后呢 他就会让你选 两种选择 要嘛内接要嘛外切 请各位呢 把这个内接啊 我们现在我们是画第三题嘛 他是内接哈 所以请各位把内接于圆 各位看到了吗 哈 内接于圆 你都可以跟着我一起画哈 嘿 内接于圆 把它点下去 好 点下去之后 你滑鼠要拉出来哦 你就会发现了 记住哈 只要是内接的圆啊 我们的滑鼠 都是黏在这个顶点上 黏在这个多边形的顶点上哈 你能往上拉 拉到上面的四分点处 再把它点下去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第三题的画法 第三题的过程 好 那么呢 如果刚刚没有看清楚的 等一下呢 我们还会再画第四题 给各位看 好 请各位自己呢 再看一次看 再画一遍看看 好 等一下呢 我们再把 第四题啊 再画一次哈 给各位看一下呢 让你呢 比较清楚 内接圆的 内接正多边形的过程 内接跟外接哈 过程一模一样 只是在于中间哈 一个要选内接 一个要选外切 那内接 那内接的话呢 你的滑鼠会黏在多边形的顶点上 外切的话呢 那你的滑鼠会黏在多边形的边上面 边边啊 边上哈 因为要相切的缘故 所以呢 这两种的状况啊 滑鼠呢 会在多边形上面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哈 好 那么呢 各位呢 如果 ok 你第四题可以自己先画画看 第四题你自己可以先画画看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开始来画一下第四题 好 开始来画一下第四题看看哈 第四题的话呢 他标了一个圆 直径是100 好 我们先画一个100的直径的圆哈 那如果你是用c 当快速键也可以哈 c enter一下以后呢 先找个地方当中心点点一下 先拉出来 拉出来的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他要你输入的是半径哦 半径哈 那他现在标志进100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当他问你半径多少的时候呢 你可以点一下D 点一下ABCD的D 再按一下enter呢 他就转而问你 那执金要多少 你再把100打进来 好 enter一下 好 外面的圆起来了哈 我们开始画里面的正 四边形哈 正四边形 来 那我们开始哈 POL 好 enter一下 这次要给他试哈 他问你边数是多少 来请你给他试 好 enter一下以后呢 滑鼠 他要你 怎么样呢 指定 中心点 多边形的中心点 就是圆的中心点 滑鼠一进来 放在圆的圆形上 改变了一条哦 他有两个选择 就请你选内阶 这些鱼圆 好 因为我们是画在圆里面哈 点一下以后啊 各位记住 因为呢 我们的滑鼠 是黏在这个正四边形的顶点上 那我们这个正四边形是放哦 价价哈 我们这正四边形是正的 虽然不是零形哦 如果我一下拉上来就变零形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我的滑鼠要拉几度啊 记得 你的滑鼠要拉四十五度才可以哈 这个时候你的滑鼠是黏在啊 正四边形的顶点上 你要拉四十五度上去 拉上去之后呢 交于圆上一个焦点 哦 所以等一下呢 这一题的话呢 要请各位要拉四十五度上去 请记得 好 在圆上点下去之后呢 这一题我们就算完成 哦 以上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正四边形哦 内阶正四边形 好 各位呢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以后啊 那么呢 各位呢 你呢 这时候啊 可以呢 哦 看一下我们的第九页 哦 那第九页呢 我们对照于第九页啊 对照于第九页哈 他的三号跟四号 三号啊 跟四号呢 就是 内阶正多边形的练习题 哦 那么他比较多一点 哦 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而已 哦 各位可以到第九页 把第三号跟第四号这两题 可以把它画一下 好 第九页的第三号跟第四号这两题 也就是我们 内阶多边形的延伸的练习哦 哎 各位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哦 那时间的关系啊 等一下呢 嗯 谢谢大家